六名标行大汉持长枪 而坐在最中间的大哥 对墨西哥最知名的女主播 祭出死亡威胁 他们是墨西哥新崛起的 哈里斯科新世代贩毒集团 之前还曾经埋伏枪杀警察局长 行警十分嚣张 这次他们盯上的是 墨西哥知名女主播 这位在墨西哥电视频道千玺任职的女主播 常在节目上谈论贩毒集团的组织犯罪 这次他们报道一个名叫自卫集团的组织 开始在各地崛起对抗毒枭 惹恼了贩毒集团 才会收到死亡威胁 这项消息还惊动了墨西哥总统 公开表示政府会全力保护媒体人 女主播也说已经加入政府保护计划之下 还像毒枭呛虾 绝对会继续爆下去 之前同一个贩毒集团 还曾经上演黑吃黑戏码 绑架了另一个大毒枭的儿子 现在又抱怨报道不公正 扬言杀主播 也凸显出墨西哥贩毒集团 犯罪猖獗情况更加恶化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